筹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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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玩儿了一把,其实好多人到澳门,就算不想赌, 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,都有超豪华的酒店,而且房费很便宜,还能换成筹码,总之是,想方设法引你上钩,让你赌你,要是自制力不强,赌上瘾的话,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。 小玩儿了一把,其实好多人到澳门,就算不想赌, 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,都有超豪华的酒店,而且房费很便宜,还能换成筹码,总之是,想方设法引你上钩, 让你赌你,要是自制力不强,赌上瘾的话,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。 小玩儿了一把,其实好多人到澳门,就算不想赌,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,都有超豪华的酒店,而且房费很便宜。 还能换成筹码,总之是,想方设法引你上钩,让你赌你,要是自制力不强,赌上瘾的话,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。 小玩儿了一把,其实好多人到澳门,就算不想赌,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,都有超豪华的酒店,而且房费很便宜。 还能换成筹码,总之是,想方设法引你上钩,让你赌你,要是自制力不强,赌上瘾的话,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。 小玩儿了一把,其实好多人到澳门。 就算不想赌,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,都有超豪华的酒店,而且房费很便宜。 还能换成筹码,总之是,想方设法引你上钩,让你赌你,要是自制力不强,赌上瘾的话,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。 小玩儿了一把,其实好多人到澳门,就算不想赌,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,都有超豪华的酒店,而且房费很便宜。 还能换成筹码,总之是,想方设法引你上钩,让你赌你,要是自制力不强,赌上瘾的话,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。 感谢观看